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从5月30日的日落到6月30日 我们进入犹太利的西湾月 也称为妥拉之月 5月30日的日落到5月31日 也称为新月之首Rosh Kadesh 在6月4日的日落到6月5日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子 西湾月六日五旬节 犹太利的尼三月是神迹之月 伊尔月是医治之月 西湾月是妥拉之月 Shaveau的意思是未子几周 也是我们熟悉的五旬节 或叫七七节 我们将完成七七四十九天 数算阿美尔 要进入第五十天 就是五旬节 要领受妥拉的日子 犹太利西湾月开始于5月30日的日落到5月31日 犹太拉比解释 因为西湾月六日是神在西乃山自下妥拉的日子 因此在西湾月开始的第一天 要特别为你的孩子祷告 祝福他们可以一生不偏离神的利率 典章和神的道路和指引 那么什么是妥拉呢 妥拉 Torah 它的西部来文的意思 不是律法 而是instruction teaching 教导和指示 那么今天要特别来分享 犹太圣人使用二十种事物来描述妥拉的不同层面 妥拉最常见的比喻是水 耶稣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妥拉也比喻成酒 就像酒能使人愉悦一样 学习妥拉也是如此 正如葡萄酒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变得更香醇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学习妥拉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 妥拉又比作油 妥拉像油一样为世界带来光明 就像橄榄油一样 鸭子越碎越好 所以你越了解妥拉 你的理解就会越来越深刻 我们非常熟悉真言说的一句话是 界面是灯 妥拉是光 妥拉又好比牛奶 正如牛奶在廉价的器皿中保存最好 而在银器或者精气皿中会迅速变质一样 妥拉又好比蜂蜂蜜 性简介组 信经教了 圣经教了 蜂蜂år比作火和水 拉比解释说 岂时的蜂蜂 异 hal 如摩西五惊或者唐�연 演 Galileo 物理解oty 因为耶和华神是燃烧的火焰 或陀拉又好比蜜蜂 就像一只蜜蜂 它的蜂蜜是给它的主人的 但蜜蜂也会刺伤别人 所以陀拉对那些学习它的人 来说是甜蜜的 但会刺伤那些反对它的人 陀拉又好比刺 就是一根刺用来引导牛 把牛感到生产食物的田地一样 陀拉的话也将那些研究它们的人 引导到生命的道路 陀拉又好比无花果树 与许多其他的水果不同 无花果在树上不会同时成熟 需要一天天的慢慢的按照成熟程度采摘 陀拉也是通过日复鱼的学习 而获得的 陀拉而比喻成鸟 就像鸟儿有甜美的声音一样 陀拉的声音也是甜美的 陀拉又好比坚果 坚果外面是坚硬的 里面却是柔软的 同样陀拉的外部是戒命的行为 内部却包含多层深奥的含义 陀拉又好比爱的母路 就像母路每时每刻都受到他的伴侣的爱戴一样 陀拉也受到那些每时每刻都在学习他的人的爱戴 就像他们第一次学习一样 陀拉好比国王 正如国王拥有生与死的力量一样 陀拉也拥有生与死的力量 陀拉又好比蜘蛛 就像柱子支撑着一座建筑 陀拉也是支撑世界的柱子 陀拉也好比香水 就像一个人走进一家出售香水的商店 身上会带着芬芳的香味一样 在陀拉学者的身边也会让你闻到甜美的香气 陀拉又好像雨 就像持续不断的雨可以侵蚀坚固的盐石一样 陀拉也可以柔软最坚硬的心 陀拉又好比做盐 陀拉的奥秘的部分被比做盐 而陀拉被启示的部分则被比做面包和肉类 就像盐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 它会给肉和面包带来味道 同样的陀拉的奥秘的部分可能并不总是被完全的理解 但他们为其余的部分增添了味道和风味 陀拉有好比剑 一把剑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它就不会伤害你 同样如果你知道如何解释陀拉 它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解释它 但还是要解释 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 陀拉是神的教导和我们的人生指南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下一代永远行走在陀拉中 陀拉与他们同行 愿你的孩子如露窃目溪水般的可慕陀拉 神的教导和利率典章 愿你教导你的下一代心情学习陀拉 并且遵守陀拉的诫命 愿神祝福你的孩子是和平的使者 真理的追求者 是善良正直的人 愿你的孩子敬畏耶和华 在爱里服侍神 愿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都蒙神愿拉 愿你的孩子认识神 是他的磐石 是他的救赎 愿你的孩子的一生 不偏离神的道路和指引 愿你的孩子生命长久 健康幸福 愿你的孩子一生在你的 慈爱恩典和管教中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订阅分享 Shalon Sherry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备 愿神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